本来只是路过,然后听一个朋友说这边有一个广告界的爆红集会 然后我都还我深受那些民族跟自由的那些精神所影响嘛 然后就想来看看,然后我发现你们这个其实也不是那种暴乱 像我在内地看到的你们都是说这边的暴乱之类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你第一次参加香港的这些集会 对对对,我不仅是香港,然后我还想去台湾,想去其他国家那种 不是就是说那个多党专政的国家,看看他们的机会 那香港的事情已经发生有半年的时间了 那在内地的话,其实普遍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的 主要是什么,我感觉不太真实吧 因为内地看到的东西都是关于暴乱 说像那个理工大,我前两天去了一趟理工大嘛 都是说那边的暴乱,然后说这边怎么怎么样乱 但是他这样的机会他从来没有给,从来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报道过嘛 所以我想过来看看,就是这样子 那你也是去了理工大学那边看过了,那你有什么感受呢 嗯,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没去之前,我感觉应该也就是这样的游行 应该就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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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呃呐喊嘛,一种呐喊的声音 但是去理工大学那里确实闹得有点,有点凶 对,那那个我,我挺痛惜那的学生了,因为他们就还很年轻,还很小嘛 嗯,对 那你觉得,就是,那你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在内地,就是新闻说的跟香港的真实的状况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应该多一些内地的朋友过来香港看一看 我是希望他们能过来的,因为在我过来之前的话,他们也说这边很乱叫我不要过来 但是我过来以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报道就是太片面性了 嗯,对 那,那你回去,就是回内地以后,你会,就是,可以跟朋友分享你,看,在香港看到的这些吗 嗯,这个肯定会,我就说别人问的话,我肯定会写一写我看到了真实的情况 然后的话,可能我也帮不了多少,我只能影响我周围的朋友,对,这样子 那你,那你觉得你的朋友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还是还会被一些内地的新闻所影响 嗯,我感觉应该会信 但是我还是有希望他们能自己过来 对,因为像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说 啊,这边形势那么严峻,你怎么过来的 我就说,啊,我签证了,我就过来了 很简单,也没人拦我 对,所以的话,他的形势其实也不怎么严峻 作为内地的朋友,你希望香港政府怎么处理社会发生的事情呢 我希望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来谈判,最好是谈判通过谈判,而不是施压 因为施压的话,现在已经半年了,还没解决 我估计这个,这个形势应该还会再继续发展吧 我希望你们能继续为你们心中的那个民主跟自由呐喊 但是的话,啊,如果涉及到其他方国家的利益 就比如说,报导的美国,我希望跟他们没有任何牵扯 我只希望你们真的是秉持那种港人治港的态度去解决这个民主跟自由